因为现在呢这个近期还是春节嘛 所以我就想呢录一个My New Year's Resolutions 就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忘记 在2019年猪年春节的这个时候 说的这些话 2019年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自己呢能够坚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2018年我自己回想了一下呢 我觉得每天都在坚持做的事情就只有两件 一件呢就是每天坚持健身 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每天坚持背单词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因为像我这趟去上海出差嘛 也结识了就是很多优秀的人 所以我就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每一个成功的人 生活都不是说是很轻松的 他每天都需要有很多事情去做 那所以我觉得你要想做到 就是你想做到的 去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的 首先就是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时间 然后合理的安排时间的同时呢 然后坚持去做 不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全职上班的嘛 然后开始上班之后呢 可能自己也是在经济去寻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一个步调 那我觉得从9月份到现在 我觉得我寻找自己的步调时间也太漫长了 所以2019年呢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每天睡前呢 坚持读半小时的书 读半小时的书呢就是排除 就是你平时可能要看报纸呀这些的 第二件我希望自己做到的事情呢 就是坚持剪辑视频 就是除了彩妆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就是旅游 所以说呢我觉得 我是非常希望的能够把自己 当然之前是有就是分享过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很懒 所以说呢就也没有坚持下来 但我希望自己2019年能够克服这个懒癌的这个毛病 一定要克服它 其实我有自己的一个私心 比如说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呢 我就录了在上海的Vlog 但是因为片段很长也还没有剪出来 说实话就是还没开始剪 虽然说因为去上海就我带的那几天天气确实非常的不好 但是我还是希望呢就是尽量能够剪出来 然后呢就是放一个英文字幕 这样呢就是我国外这些朋友呢 他们也能够看到说 哎中国跟他们想象的其实不一样 其实之前的话呢我是属于 还是希望能够有结果的 但是我觉得结果这种东西真的不能强求 真的我觉得别人成功也是因为他坚持 如果一个人他不会坚持的话 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我也不会说是希望自己频道做的多么大多么大 但是我觉得起码先坚持去做下去吧 我自己做这个频道 第一呢是因为就是想给自己一个回忆 第二呢我也想看一下就是自己能够坚持多久 第三个呢就是分享 就是尤其是分享旅游 希望能够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 然后呢也希望自己分享的东西呢 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 然后呢就说到这个做视频哈 因为我自己呢真的是有很多 就是做视频的一些想法 所以呢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去把它付出时间 想这件事情谁都会想 但是真正去做的人呢 他就只有这么几个 成功的人和平庸的人之间的差别 就是成功的人他愿意去花时间去坚持他想做的那件事情 不甘于平庸呢就从现在开始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新的一年呢我希望自己在学习和能力方面呢都不断的去充实自己 因为我现在呢做的工作呢就是跟我大学读的专业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无论说多忙都能够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然后呢去更好的规划每一天我需要去做的事情 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 第三点我希望自己呢能够更积极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之前那段时间暴斗嘛也是因为就是情绪特别不好 就是可能工作的压力呀然后又是自己一个人呆在这边 回上海这些两年没回过 然后中间也发生过很多事情 所以可能就是积累吧 因为我平时呢我也不太说过多的把自己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去翻给别人说 就是像我情绪可能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开始往脸上发作 所以呢新的一年呢我希望自己能够更积极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自己身体好 然后状态好就是什么都好呢 就是父母然后国内的朋友呢才不会担心 哎呀怎么说的有点难说呀他过年了 第四个呢就是说希望新的一年呢能够转更多的圈 然后呢去看更多的风景 旅游对于我来说很解压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每个人对旅行的定义都不一样 对于我来说呢旅行呢就是一趟去发现新的自己 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然后呢去认识不一样的人 当我出去旅行的时候 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呀 就是不可预知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说 哎原来我还可以做到这样 当我去了解了不一样的文化 接触了不一样的人之后呢 无论是烦恼还是不愉快的事情 都会烟消云散 尤其是当我看见一个特别美的风景的时候 那个瞬间就觉得就算说你生命当中有出现过很糟糕的事情 起码我还能活着看见这么美的风景 去结识这些优秀的人 然后2019年第五个新年的一个目标呢 也算是一个愿望吧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一句话 只有你真正的强大的 你才能选择你想要的自由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自己能够更强大一些 因为父母都在国内嘛 我还是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吧 对 他们也还年轻的时候 得能够回国多陪伴吧 虽然说呢我在国外的这几年呢 已经学会了孤独而不寂寞 但是有些时候很长很长时间不回家吧 有些时候可能心态还是有点绷不住 还是先让自己更强大一些 强大了之后呢再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反正2019年呢我希望自己呢永远都不要辜负 生命当中的每一秒钟 我也希望真正关心我真心大我的朋友呢 能够一直都非常的好 今天是9号2月9号 对还在春节的这个星期 所以呢我就祝大家2019年猪年 猪年大吉 新大运赚大钱 庸富 今的一年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心想事成 最关键的人呢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希望我自己的家人 然后身边的朋友呢 每一个都能够好好的 然后呢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也希望每一个现在正在看我视频的人呢 能够收到我2019年的新春祝福 咱们下周再见吧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 拜拜 THIS EVERYBODY ANYBODY Zither Harp